请马老爷笑纳 马老爷 这是三万骨子 您千万收好了 等咱在瓷场一开工 这三万就得卖四万 等咱那瓷在英国卖开了 就得涨到六万 而且是越积越多 越滚越大 最好别轻易卖给别人 如果老爷积等钱用 那就先卖给我 杨先生 照你这么一说 这不成了摇签术了 比摇签术厉害 只要咱这瓷场有利润 股东是年年分工 而且就这么千秋万代地分下去 马老爷 手里算着这碗 就等于有了个聚宝盆呢 毛老爷有什么仇事 我个人倒没什么仇事 我主要是为周村仇啊 你看这周村 这么多工厂 这么多商号 可你看看外面有些路 晴天一揭土 雨天两脚泥 出来进去是推不方便 上次辅太大人来巡视 直接就说到我脸上 让我修路 可 你可咱没钱呢 不是有睡云吗 睡收那是固定的 我想加税 这你也知道 周村的事难办 想加税 比登天还难哪 杨先生 你在周村很有威望 又是商会会长 你看能不能出面着急着急 弄点钱 咱也修修路 好啊 这路大家走 就得大家出钱修 没问题 这事我办 可是马老爷 咱先修哪条啊 要是全修呢 咱现在也没那么多钱 慢慢来吧 咱就先修从火车站到街里这段吧 哦 对 这条路最要紧 咱先修这段 老爷 老爷你看 这得要多少钱 这个 最少 也得八万 嗯 不多 八万不多 有 赵师爷 这些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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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修 一样 再老爷那儿呢 走走走 杨先生你知道这当官什么最难 打发亲戚最难哪 咱是给朝廷当差的 办的都是公事 可那些亲戚不这么想啊 你当官了 一个县都听你的 自然就会有人来想沾沾光 真是没办法 是不是老爷的亲戚想修这路 谁干都是干 就这么定了 老爷 咱用什么料呢 太安花岗时 不修则已 要修咱就修最好的 你说呢 对 咱得让人看出 咱这开步的气象来 那就这么定了 用太安花岗时 我去弄钱 老爷的亲戚修路 八万两不多 咱得趁着春礼抓紧开工 不然等到夏天的雨一来 怕是不好干活了 好 赵师爷 把那个木骨的章肠给我盖上 让衙衣们拿出去贴上 好 忙老爷 咱这说干就干 告诉你的亲戚赶快往这儿运食料 好 赵师爷 一块给家里发个电报 就说修路的事已经定了 告诉老四抓紧往这里运食料 好 赵师爷 快快快 过来过来 老崔啊 定的什么事 就是咱修路的那事 书役那事杨蕊星答应了吗 这事我忘了问了 不能 刘萱输录 他要是不答应 绝不能用印 一旦用印 咱说什么他也都听了 老爷 咱是不是在给府台大人陈个文 请示一下啊 因为不愿意 伏台不是何准了吗 杨先生 对不住了 你再等上两天 咱谁也没目过谷 把这个事办时辰了 桂花 来了 坐 咋了 打败仗了 啥事啊 那个熊之县想要山闪书役 你要不卖给他 他就不给咱盖印 咱这磁场就办不了 可咱买机器的人都到了英国了 想把手都来不及了 要依着我呀 咱大不过搭上路费不给他 那也不能他想要什么 咱就给什么吧 给他 我当啥大事呢 姐姐 你不知道他想要那十二钗呢 也给他 不就是个十二钗嘛 上海里的霍妖娘 个个都有抓活的孤 她前脚带走这十二钗 我后脚就开个舞厅 看不顶死她这窝子 真窝囊 瑞卿 别生气啊 这堂堂的县太爷 开什么书役啊 姐姐 是那崔广星想要 什么 崔广星要要啊 我放一把火烧了 我也不给他 桂花 桂花 我知道你很生气 但你要不卖给他书役 咱这事就办不了 求你了 你先卖给他吧 我保证 以后再给你弄回来 这仙太爷前脚来 他后脚就还了羊 我说他那天在我跟前阴阳怪气的 原来有这么一出 他说什么了 我那天路过他的盛祥茶庄 他一看见我就故意大声说 玉清再能也能不过支线 脚脖子拧不过大腿根 不卖给他 刚才的话就当我没说 咱不跟他生气啊 给他 不知好歹 看我不半挺他 啥也别说了 让他赶紧拿钱来吧 把这十二差外加这山陕书役 一块给他 我倒要看看 他能唱出啥戏来 咬紧了呀 管你为哪搬 挺高兴啊 事办成了 先别说办成办不成啊 今天啊 我把那杨瑞卿啊 给炸住了 哈哈哈哈 我这心里这乐呀 哈哈 你怎么还去惹那杨瑞卿啊 那现代老爷他能听你的啊 他不是听我的 他是听钱的 哼 他一听说那山陕书役 一个月能挣一万两 他眼睛都冒光啊 杨瑞卿如果不把那书役让给咱 他想木骨子 哼 门都没有 那山陕和金陵混着干 人家挣那么多 完全是靠那金陵十二差撑场子 就算你把那山陕书役给要过来 那十二差也不会跟着过来 话不能这么说 那山陕书役本来就是咱的 是大德通合伙杨瑞卿他挤的我 才落入他人之手 那金陵十二差就更甭说了 我和那班头都有协议 别说是买过来 如果现代老爷主持公道的话 咱都能要过来 你的意思是 要把那十二差也买过来 那当然了 哼 当初不和他争啊 是因为那个谢寿猴子 不给咱撑腰 金陵十二差才又回到这个金陵书役 又和杨瑞卿签了协议 为今之计 咱只有把那个合同买过来 那金陵十二差啊 他才听咱的 咱和那现代老爷咋折账啊 这不好玩 一人一半 他连一个字都没拿就分他一半 咱也忒吃亏了吧 这样 咱挣一万就说八千 他哪知道啊 哦 咱先把这事放放 马上就快清明了 这茶叶的事咋样了 我想啊 这饭啊 是一口一口的吃 事呢 是一件一件的办 咱得慢慢的恢复 先把书役办起来 等办好了书役啊 再说茶叶的事 咱现在有现代老爷撑腰 咱是谁也不出 这封月楼前卖股票啊 龙兄 算不算一锦啊 正聪一锦啊 人心啊 你信不信 再过五十年 咱后人啊 准说咱是胡闹 当初 诺尔哈赤倡导汉学 愣把论语 译成了满语顺口溜 这算不算胡闹 哈哈哈哈 瑞青说起这些啊 张嘴就能胡编 不是胡编 他当初读书的时候啊 我就在旁边看着 他真是记性好 过目不忘 咱把这个场子慕成了 咱接着办下一个 哎 孟兄 咱在环台引众的 那批外国麻 收声不错 这次鼓要是慕成了 按我的意思 下次咱再办麻坊场 对呀 人生苦短啊 咱们得趁着年轻时候猛折腾 省得老的时候咱们好 不后悔 省家 孟掌柜 环台苗家想买十万股 咋卖不 哦 这么多呀 要再凑上两家 他就能空了股 孟兄 怎么办 苗家人办事挺规矩的 我看不成问题 这不是小事 先卖给他五万股 告诉他一下子别买那么多 哦 股票这玩意儿有风险 如果他真的有钱 让他买咱后面的麻坊场 知道 哎呦 大师兄 哦 哎呦 大师兄 冬家 济南北后纪的阁掌柜来了 他说想买十万股 只卖五万 好 日行啊 看这阵势 木一百万不成问题啊 嗯 正因为这样咱更得好好干 才能对得住人家信咱 你们表弟们啊 崔表哥 来 坐 好 王妈 上茶 表哥 有事啊 哦 表弟妹 新城去英国的时候 股票的事他交得下没 呦 我没听他说过啊 请慢用 哦 少奶奶 表弟妹 你和杨瑞卿能说声话 你能帮我买点吗 呦 这怕是不妥吧 刚才我哥要去买 我都没跟他去 表弟妹可得帮忙啊 一开始啊 我以为没人买 也就没往前凑合 现在想买呢 又挤不进去了 杨瑞卿和那个孟老七啊 就在那个金明书役坐着呢 你去帮我说两句 嗯 好办 走啊 哎 表弟妹啊 杨瑞卿是你表弟 能不能让他便宜点 这恐怕不行吧 他这全是虚的 八字还没一瓶呢 兴许能砍个劲 表弟妹 你给问问 嗯 嗯 那好吧 我去试试 好 太太 太太 舅老爷他 他 他见彩了 我哥咋了 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 快说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嗯 刚才你不是让我陪舅老爷去买股票吗 嗯 本来啊 他想买五万两 可是到买的时候啊 又改了主意了 只买了三万 出来之后啊 一看那么多人都在抢啊 他又想再买三万 可是这个时候呢 哎呀 人家已经卖完了 哎呀 别绕弯子了 说正事啊 嗯 这舅老爷啊 他没买上 牌子他后面的人呢 就更买不上了 这博山 赵家的就急了 就用四万两银子 买了舅老爷那三万股票 哎哟 太太 你说说 这梅诺地方就赚了一万两银子 你说自古有这事吗 啊 真有这事 哎哟 这舅老爷还是卖早了 现在一两啊 已经涨到一两五了 啊 真这么邪惑啊 照你那个说法 咱入的那六万股 这不成了九万了 哎哟 什么九万哪 再过两天说不定啊 就成了一十八万了 哎哟 哎哟 你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 这 这 这从来没见过这么玄乎的事啊 哎 表弟妹 你说我这事咋办呢 啥也别说了 人家都卖完了 你呀 也用不着还价了 哼 有生必有将 说不定哪天啊 它又降下来了 嗯 崔表哥 嗯 外边的事呢 我也不懂 我觉得 你勾着县太爷 逼着人家卖书玉 这实在不妥 哎 杨瑞卿 就这么好对付啊 哎 别人发财都妥 咋到我这就不行了呢 表弟妹 那我走了 哎 太太啊 崔爷去得最早了 本来能买上 他怎么他就看着元宝跑了呢 要不是我硬劝啊 咱们家的老爷也放跑元宝了 哎 太太 我听说崔爷要买书玉和桂花没谈拢 他说人家桂花是漫天要价 幸亏没谈咯 要是真谈成了 误不了他呀还得吃大亏 那修路的钱连起来了没 杨瑞卿这两天正在忙着卖股票 可能得过两天 老爷 这马车运 罗车拉 大批的石头可都运来了 你不能这么紧拖着 是 我知道 等会呢 我就传杨瑞卿来 你放心 说好的事不会变的 老爷 出大警了 那股票一股都涨成二两了 这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 什么就二两啊 你还想喝点啊 老爷 杨瑞卿的股票 原来不是一股一两吗 还是那张股票 你看 他左手一两买进来 右手二两就卖出去了 连一个时辰都不到啊 有这事 老爷 咱真该多买点啊 想买也不晚啊 把洋人先叫来 人家卖完了 早就收摊了 那就不能再印点啊 老爷 这股票是斧台衙门坚印的 说六十万就是六十万 那一张也不能多印 那咱那三万就成六万了 哎 哎 这一会儿就鲤鱼打挑翻了身 自古以来没这事啊 老赵 这是咋弄呢 老爷 那些买股票的人呢 都信杨瑞卿 都觉得跟着他能挣钱 这才犯抢 这个崔广星买了多少啊 哎呀 崔广星啊 怕是一张也没买上 他去得最早 结果啥也没落着 两口子为这事 还在街上打起来 那咱们赶快都卖了吧 不行 太太 看着架势 背不住过几天 得涨到三两 那咱们 夫人 那咱是得放放 嗯 孙叔 孙叔 今儿有点晚啊 孙叔好了 好好好 瑞卿啊 昨天你让我买 我心里没底就没敢买 你看 结果给耽误了 窝囊的我呀 这一宿没睡好觉 真是 怪不得没见您扔那铜钱呢 还扔啥呀 来 我替您敲这锣 猪吞开张了 猪吞开张了 别喊了 都开张了 就我没开张 哎 我是又敲锣又打鼓 从里到外忙活了一身汗 结果呢 一点儿完也没落着 哎 屋里说去 吃菜 哎 来客人了搬椅子 哎来了 坐 你坐吧 月清啊快拿出来嘛 别让孙叔着急啊 坐坐 你看你别闹了 叔 嗯 我就知道您跟我爹一样 越让越不吃 拿着 一千穀 这是 这是给我流出来了 知道您就会后悔 又怕您骂我 这不留了这些人 哎呀好小子真有你的 这不这我也算开张了嘛 哎 好 我去给你拿银子去啊 哎哎孙叔孙叔 银子不用拿了 用博底吧 哦 用博底呀 那好啊 您看叔您多有面子 买股票不用花钱 外带卖铜箔 您笑 沮茶呀 ón 去 你打这开始 你就开始使唤你输了啊 我踢死你我 碧爷 您不能当我媳妇替我吧 没事 尽情地敲 咱叔不会怪你的 叔 有件事情我得问问 啥事 叔 当初修门前这条大街花了多少钱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 我想修修这南北道 从车站到街里这段 这事好啊 当时这条道是王老爷挑头弄的 那时候有你爹 我 还有孟希子他爹 我们一块儿都长了来着 花了有三百两银子 要是修我说的这段呢 你说的那段比这段长上一倍啊 那得 六百两 要是用泰安石呢 咱们这个道用的就是泰安石啊 您没犯人工吧 这 人工啥呀 啥人工啊 你看看满街上都是鸡民 只要管饱了饭 保险强碰了头 比抢你的股票还厉害呢 人工啊 不用 叔 叔 芝县让他哥哥干这活儿 您猜他有多少钱 他 他有多少 他还敢要个 三千两 八万两 去他 去 上进来不告他去 好了 叔 您这么一说啊 我就知道乡亲们会怎么说了 八万两 八万两 修他娘的紫金城啊 老五啊 修这个路啊 光本钱就得四万两 剩下的四万两呢 咱哥俩一人两万 四哥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 要是没有他这个单官的 老五啊 你能拦到这活儿吗 两万不行 咱们得四六分 你说得没错啊 是没他这个官 拦不下这个活儿 但话又说回来 老五捐这个官是花家里的钱 这钱也由我一份儿 老五 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什么四六分啊 什么四六分啊 先干完了再说呗 四哥 这个道咱不能总修啊 得想一个常年来钱的事 啊 你看这样啊 你看这样啊 挣了钱咱也分点儿 但大部分要留出来 咱就用这笔钱 在周村开个饭店 行呢 你是刚来 不知道周村的繁华 每一道赏武那馆子里头 直接就坐不下呀 开饭店 指定发财 行啊 老五 只要你在这儿坐着 谁敢不来捧场啊 一个桌多要个三两五两的 谁好意思说 我叫他们去 谁敢不听啊 不听也行 那买卖 也就别干了 这个饭店一旦开起来 咱就把老家几宁的 甲鱼泡馍 草鱼炖粉条子 等等好吃的东西 全都弄过来 这些他们都没吃过 也不知道多少钱 咱正好蒙他们 还有一档子买卖 更发财 你去过山山书鱼吗 去过 去过 我很快就收过来 你 你和崔广兴一块儿干 不过这小子不太地道 你可得看着他点 这你放心 他都不过我 老五 咱占多大骨子 这个还没最后谈成 不管怎么说吧 咱们也占一半 马老爷 杨先生 杨先生 请坐 请坐 上茶 不必了 马老爷 什么时候修这道啊 我好去连钱呢 这个 很快 石头啊 都运过来了 城里放不下 我都放在围子外面了 赶快往里运呐 朱村人呐认石 不见兔子不撒婴 他不见石料他不相信 是是是 四哥 别在这儿站着了 运石料啊 石料运进来 杨先生好连钱呐 是是 杨先生 您坐 告辞 八万 杨先生 股票也卖了 钱也到手了 你得说说桂花 一个书彧要八万 这也太贵了 好 我说说他 可是老爷 咱一个堂堂大男人 既然把书彧给了他 便不便张嘴把他要回来 我说可以 但不能逼他 这我知道 崔广兴也认了 他出四万 这就不少了 你算给我个面子 好 就按老爷说的办 马老爷 有人想买那股票 你那三万卖不 他能给多少啊 七万 七万 不慌 不慌不慌 先放放 先放放 好 留步 县大老爷要求到 好 各家各户准备好 修道都是为大家 这笔冤钱咱得花 一共耗银八万两 谁家也都跑不了 大户出三千哪 小货也少不了 太安时刻一运来 县大老爷要修道啦 八萬兩 扑玉石也花不了這麼多錢 我聽說是支憲他哥接的這活 那楊瑞卿答應他 那楊瑞卿答應他 我聽說是支憲他哥接的這活 那楊瑞卿答應他 我聽說是支憲他哥接的這活 三愣子 楊先生這咱修啥道要花八萬呢 南北道 從車站修到街裡屋裡坐 楊先生多謝了我就不進去了 這算起來呢咱們也是兩代釋交了 你看這活能不能讓我幹 五百兩我保證做得體體面面 五百兩 三愣子你別賠了 楊先生您是買賣人中的尖子 這鋪路是粗活機民就能幹 五百兩我還能挣五十兩 回去寫個字句來這活兒歸你了 行我就去寫 三愣子既然說到了釋交 那就得辦出釋交的樣來 我再給你加一百兩 這楊先生你 可是咱們把話說頭了 這機民得讓他們吃飽喽 台市都鋪路是重火 別讓他們一頭囊在馬路上 楊先生你真是人善有善才 算了我啥都不說了 你放心我不但讓他們吃飽 而且每天給他們燉菜吃 您就放心吧 好 可是多加了一百兩大夥能願意嗎 這一共六百兩我出了回去寫個字句來 行我馬上去寫 好 那個山嬸書譽馬上就要買下來了 咱們得坐下來好好商量商量 一切由老爺您做主 對對對 這個帳房就由我們這邊出 行行行行行 那個楊瑞卿沒說 啥時候讓咱去和桂花談呢 那不是你的事 一會兒我讓趙師爺去催他 馬老爺 當初那撒書譽我才抵了兩萬五 現在一個書譽就四萬 這太貴了 貴貴貴 此一時彼一時 就是 你看那股票不比這還選呢 是啊 這不一樣啊 行了四萬就四萬吧 幾個月不就掙回來了嗎 就這我還是掐著人家楊瑞卿的駁梗子 要不然呢人家都不賣就是 這是真的 對對對 馬老爺 您沒來那會兒我可吃了大虧了 老爺 老爺 這楊瑞卿來了 你們先躲躲 好好 快快快 快點 後院後院 來來來 這外邊怎麼這麼亂哪 來了兩百多口子人哪 馬老爺 兩百 馬老爺 你可真把我害苦了 楊先生 這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這 自己看 什麼 六百兩就能休 馬老爺 你如果想辦我 就直截了當說 何必來這樣 這一下 周松仁都說我貪污 多少年來的名聲 全毀了 老四 六百兩能休啊 這 這 那得看用什麼材料 咱這裡用的都是正宗的泰山花崗石 這上面寫的就是泰山花崗石 老四 老四 馬老爺 咱哪兒不能弄錢 你騙要捅這馬蜂窝 我原以為打著你的旗號好辦事 現在我毀了 你也可以再受連累 老四 忽亂報價 現在怎麼辦呢 說 你 你 這 這 石頭 我都拉回來了 反正 我不能運回去 孟老爺 趕緊想招吧 看這件事情怎麼收場 楊先生 要不然 你先回去 我問問老四到底是怎麼回事 回去 這門口聚了二百多口子人哪 我跟他們可沒法交代 想想辦法 再想想辦法 快 楊先生 馬老爺 我為難哪 你有危險 不要緊 你有危險 你說這修路啊 本來是件好事 現在卻弄成這個樣子 我有失察之責呀 這六百兩 和八萬兩 這差距太大了 你是 如果是康乾盛世 別說八萬 就是十八萬兩 我也能連來 可現在百姓窮啊 一窮他就急 一急他就煩 加上朝廷又沒有威信 馬老爺 咱可不敢逼他們呀 說得對 說得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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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對 說得對 說得對